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唐朝出现了武则天之奇才女子,元朝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中,朱元璋农民起义,开创了大明王朝,当然,这两百多年的统治,也是由盛转衰的过程,李自成才拿下明朝没多久,便被清军一锅端,清朝开始了两百多年的统治,当然,在这之中出现了一个愚昧的掌权人, 使得整个清朝不复存在,中国也落后了将近百年,这个人便是慈禧,说起慈禧这般人物,人们似乎并不陌生,因为这是个人们恨得鸦鸦鸦的女子, 不得不说,清朝的覆灭和中国的封建衰落,根本原因还是慈禧引起的,至于慈禧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,说起来就有些好笑的了, 作为清末的掌权人,慈禧的权力无疑是巨大的,就连光绪皇帝也只能够使他手中的傀儡,任人摆布,无法反抗, 但是最终还是慈禧的愚昧和无止,将清朝推降了谷底,无力回天,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,慈禧的趣事,慈禧还真是有趣极了,特别喜欢给自己办寿喜,这样一来,各地的官员为了讨好慈禧,能够升官发财, 绞尽老之变招法子的送上贺礼,当时慈禧过大寿的时候,袁世凯特地从海外弄来一辆汽车,仅供给慈禧, 不料慈禧却问了这个问题,这车子跑这么快,要吃很多草吧,真是令人哭笑不得, 其次,慈禧还真不是只有一点点的无知,世界的汽车满地跑了,慈禧还认为他会吃草, 慈禧闹得笑话,还不仅仅是这一个,早在晚清之前,人们都用了油灯来照明, 直到后来电灯流入中国之后,才慢慢被普及,当时李鸿章从海外弄来了一台发电机和一些灯泡, 仅供给慈禧,慈禧看到了这一台过去的灯泡,很疑惑,便问了问身边的李连英, 这些签子是用来干什么的?李连英差点没忍住笑,李连英直接把电灯的开关给打开了, 慈禧见状,兴奋了许久,并连声称赞,这个签子太厉害了,还会发光呢? 李连英是想笑的,但是不能笑,他向慈禧道明了这些发光的签子的缘由, 慈禧这才明白,慈禧命令人将这些签子挂满了整个圆明园, 并且命令国库拨款二万五千两银子,用来维护这些签子,这也难怪了, 清朝会灭亡,有了怎样的领头人,便有怎样的结局,那是改变不了的事实, 慈禧的无知和愚昧,还是付出了代价,中国整整落后了半个多世纪, 清朝的由盛转衰,注定了无力回天,而慈禧,还是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笑柄, 难怪人们会说,大清朝要网,注,图片均来源于网络,若有侵权, 请联系删除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